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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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主要是因为日本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京这个地方 所以有这个人口一极化的现象 那为了让鼓励大家可能回到各自的家乡去 让乡村的人口可以回流 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战略性的政策的出现 所以最早从日本开始 那后来这样子的政策也慢慢传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看到地方创生这四个字 即是日文的汉字来的 原来如此 那地方创生跟创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这个政策传到台湾来之后 其实在2019年我们政府把它颁布为地方创生的原念 也就是第一次有这个地方创生的政策 在大规模的执行下来 那地方创生算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名词 那对我来说 因为其实我跟余杨都算是创业者 那对我来说其实创业会比较像是更个人的 就是你个人想要start up一个企业 那你想要把它引运下去 但地方创生我们想要 我们会需要考量到它可能是更全面性的 它是团体的 它是地方的 它是属于公众的事物 所以比起创业更偏向个人 地方创生更面向大众一定 创业就是个人事业为主 地方创生就是一定要跟地方做结合 是的 原来如此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怎么样开始执行我们地方创生计划 其实我会回到部落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想要回家 回家 然后再回家的时候就有想说自己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家又种咖啡种了20年 很久耶 所以种植咖啡很久 可是以前都是单纯的卖生豆 那当我决定要回去以后 我也开始盘点说我可以做什么 就是我有什么资源 然后我有什么可以运用的人 那时候就决定说要开一间咖啡厅 那就跟父母做合作这样子 可是在这过程中就慢慢的有些人看见我回到部落了 然后回到家乡开始做创业了 对 然后有一些还在外面的部落的青年 他就会开始问我说你怎么会回去创业啊 然后你是如何找资源的啊 然后你在做创业这一块你是如何执行 然后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的认识一些朋友 然后有想要回去的有想要做些什么的 所以就是在这个机缘之下我们开始会办一些课程 就是跟咖啡相关的啊 跟小聚相关的啊 就种种课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说 刚好国发会有一个计划 它叫做青年陪力工作站 然后它本身的主旨就是说 希望有地方的单位 可以扮演有意愿想要返乡 或是留乡的青年做一个资源系统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伙伴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好像是 所以因此我们就在今年的时候成为第三届的 其中一个站点来协助就是有意愿的青年朋友 能够回到我们的阿里山 对 所以其实原本一开始其实是你先自己回乡 然后引发一波回乡 吵大家一起回乡这样子 然后因为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所以就是你等于是变成一个大闲者 在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 可是这过程当中也除了回答 也发现说确实有很多是自己没有看见的地方 那所以我就觉得有多一点人确实是蛮重要的 是因为大家创业就是喜欢或专注的品项是不一样的吗 应该是说虽然大家都在部落 但是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因素或是他的长才都不同 所以大家会面临到的问题看起来一样但是确实很不同 所以我们透过青年培力工作站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整大家的想法 然后我们一起来想说 我们到底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 那明章目前在嘉义有进行什么样的地方创生计划 我自己回想的契机应该要从2021年的台湾设计展谈起 因为其实每一年中央都会举办台湾设计展 它每年是在不一样的城市去做举办 那在2021年那一年刚好就是轮到我们嘉义市 就在嘉义市政府争取之下就轮到嘉义市去做举办 那那一年如果大家还记得2021年是一个疫情非常严峻的一年 三级警戒的一年 实体很难办 实体活动那时候大部分都停摆了 所以原先是在10月应该要举办的设计展 它就延到了年底12月才去举办 那过程中其实我很幸运的有一个机会 就是我记得台北工作超过10年 那在这10年间其实一直想说 希望有机会可以做嘉义相关的案子 那也很希望可以像是贡献自己的长处 可能像编辑相关的专业就回到嘉义去做一些事情 但一直以来期都没有这样的契机 那在2021年台湾设计展刚好有这样的机会 就回来嘉义去做策展 那时候策划了一档 就像是主题館主题館的展览 叫刚刚好的城市 那讲的就是嘉义嘛 对讲的就是我们嘉义市这样 那后续的话就到一直从去年开始 就陆续有一些跟市府配合的地方创成相关的计划 所以在我们去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地方创成的计划 它的名称叫做嘉义嘉义嘉义等于嘉义市 就是我们用三个算式的嘉义 然后等于嘉义的生活方式叫嘉义市 所以我们请上字卡 不然就会很难懂这样子 嘉义嘉义对 嘉义嘉义哪有嘉义市 那为什么叫嘉义嘉义嘉义呢 我们自己觉得 其实那时候在思考嘉义要怎么样去论述它 其实会觉得蛮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要找一个嘉义市的特色 其实并没有像嘉义线那么容易去寻找 没有跟农产品有直接关系 很难被大家用农产品这样记得 是的 除了火鸡肉饭 对 但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我从小在嘉义市长大 我觉得嘉义市就是一个非常有人味的地方 它这个人味可能来自于嘉义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域 我们是全台湾最早建这个城寨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当代嘉义的风貌 其实透过历史不断反复叠加而来 那这个不断的叠加 其实也表现在城市的地景上 我们在嘉义会看到层层叠叠的地景 可能最远处是阿里山、玉山 那来自于中层会有比较高的楼层 然后最前面可能是日治时期的矮房子 所以这样子不管是城市地景叠加 或是城市的性格的叠加 我都觉得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嘉义嘉义嘉义等于嘉义市 来做这个地方创生的这样子案子的名称 那为什么是三个嘉义啊 为什么是三个嘉义 其实那时候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那时候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也是跟市府那边去做讨论 那市政府那边希望我们可以一年 可以提出三个议题来讨论嘉义 那这三个议题其实是让团队自由发想的 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如果今天我们要用比较 新颖的一个眼光来谈嘉义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去谈它呢 那那个时候我们的思考就是 我们可以从不一样的面向去讲 所以在第一年的嘉义嘉义嘉义等于嘉义市 我们是用第一个它有三个轴线 那第一个轴线是民俗 那第二个轴线是饮食 那我们主要聚焦在嘉义咖啡的特色 然后最后一个轴线是在地书写 也就是比较偏向文学的特色 那我们透过三个嘉义 就三个不一样的议题去谈嘉义市这个地方 今年的嘉义嘉义嘉义的计划 是必也是有平凡制作这边得标的 对今年我们这边延续着去年的嘉义嘉义等于嘉义 是我们延续的第二年的计划 那今年的话我们的轴线 第一条轴线是以生态为主 那第二条是饮食 它扩大为整个饮食 风味的探讨 然后最后一样是在地书写 希望大家用书写的方式 可以留下嘉义此刻的样貌 比较文青的一个感觉 这个路线 是的 那想问一下两位 在我们进行地方创生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可以跟我们分享 如果以我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部落里面 所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距离的问题 因为我们部落之间会离很远 可能最近可能十分钟半个小时 最远的话一个半到两个小时都有可能 很久耶 对 为了喝一个咖啡 要翻越一个山头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当我们要举办一些 像是工作方案活动的时候 其实人是不容易汇聚在一起的 因为距离很远 然后也因为天气的关系 如果下大雨的话 有落石等等 就有很多种 路况的考量 对 会有一些因素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人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人 还是都在外面工作 或者是读书 那读书是因为我们的部落 我应该说阿里山 他最多只有到国中 那以后还是要到高中 大学 研所还是要去外地 那在外地读完书以后 有可能就直接工作了 那有些人还是一呆 就会直接呆在那里生活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边是有固定的薪资 就是有稳定的薪水 所以他可以好好的生活 那如果当你要回到部落以后 讲好的第一点是说 你可以自己用家里的产业啊 然后当自己的老板啊 那现实一点来说 你要想办法自己生活 或讲明白一点 你就要想办法自己生存 所以在我们去推动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是还蛮 蛮现实的一个问题 因为人口外流的关系 所以其实人流 就很少回到部落了 那这样子 生意的部分要怎么维持下去 就是变成是大家很重要 就是虽然回到地方 然后创生了进行这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进行下去 我觉得是不是也蛮挺难的 创生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人口回来以后 那最后我们要想办法 找到所谓的商业模式 那商业模式以后 最后才会有人 才会忆愿回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 一直在想办法的地方 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 虽然我现在是做咖啡厅 但是我会希望说 我这一杯咖啡 并不是可能在城市或其他地方 喝到咖啡 而是说我要透过这杯咖啡 带入我们自己原先部落 或我们背景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喝到 有一杯有文化的咖啡 这也是我爸爸所说的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做咖啡以外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导览 体验带大家认识我们的州族部落 然后也会认识我们的咖啡庄园等等 就希望可以借此吸引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 那当然如果人多了以后 那应该是说客员多了以后 那钱经济是不是就有了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商业模式建立更完整了以后 才有机会让更多的 尤其是青年朋友能够回到部落 因为毕竟一个咖啡价值 可能只能卖个几十块几百块这样 但是透过一整个包装 一个package下去 其实可以更显现出 你们家我们的飞鼠咖啡的特色 而且我必须说 不能只单靠飞鼠咖啡 而是说 所以我们现在办一些活动 就是说希望可以汇集更多 有跟我们相同理念的人 因为飞鼠咖啡会变成一个点 有咖啡有食衣柱型 那慢慢的话呢 从点到线到面 那这样的话 才能够吸引到更 飞鼠百货 也不是只有飞鼠 也可以说 因为不是只有飞鼠 所以说其他部落的族人 也能够一起做这块 那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更全面更完善的 服务到每一个人 所以 开创更多的商机 让大家其实都会 好做生意 又可以吸引人回来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这样子 那明昌自己在做地方创生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先讲 我觉得整个地方创生的这个结构 就如同刚刚有这样提到 就是 因为创生 它顾名思义就是要透过一个新的创造 来 让大家有能够生活 或甚至生存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 如果是要自力更生 生活生存下去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资源从哪里来 然后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创造出一个稳定的商业模式 让它可以自主的运行下去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这是 绝大部分的地方创生团队都会遇到挑战 你怎么样找到 建立到 建立起自己的模式 商业模式 你怎么样 在 适当的时间点 找到你需要的资源 这件事 应该是大家都面对的挑战 那 我们当然也会遇到一样的挑战 这样 但 我自己觉得 对我来说 更有 应该说更 更在意的 或是说更 觉得更被挑战的事情 是就回到嘉义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样找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讲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一个地方 它其实从很早以前 就被很多人谈论 我们从最早的社区总体营造开始 一直到现在地方创生 其实很多人在谈论这座城市 或这个地方 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不但让在地人有光荣感 同时也要让外地人觉得 好奇 有心意 有心意想要 来探索这个城市 我觉得这个 找到那个论述的切剿 跟不一样的可能性 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挑战的地方 这样 因为毕竟可能在地人生活 就是说 就这样 我家巷口鸡肉饭没什么 然后光光可可就说 超好吃的 超好吃鸡肉饭 这样子 就是搭面相的不同 这样子 但我觉得平常讲的 其实也是很有道理 就是 这真的是蛮难去切入的 因为已经这个东西 已经玩了很多次了 所以你很容易 就不知道 找到什么新的东西去包装它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团队来说 我们就是不断的尝试去 转换自己观看的角度 然后用一个新鲜的眼睛 重新去看这个地方 那想办法 透过不一样的方式 去诠释这个地方 找到一个地方的新的路数 我觉得这样其实 透过这样的方式 会让更多人感到好奇 那我觉得也非常幸运的是 因为嘉义市这几年 其实改变了非常快 我们从 我们在设计展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设计 导入城市治理的成果以外 其实在民间也非常多 自主发起的计划去做串联 无论是街区的串联也好 或是像在地领路人的计划 店家的串联也好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都让我们 有很多机会去 找到一个诠释地方的新的角度这样 而且还是很幸运 因为地方就是 如果有很多自主串联 其实跟你们做整体的 从地方创成来配合起来 我觉得连接性会更强 我这里也有一件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刚刚听完明章讲 自己也有些心得 就其实以我们来说 周族或周族部落 或周族文化是相对 比较没有被人去提及 跟论述的 甚至是很多人是不熟悉的 那对于不管是外界 或是现在的周族的小朋友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因为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可能国中以后 就必须要去外面读书求学 甚至是工作 所以当他要回来的时候 一定是有廉价或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所以他其实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参与部落的一些公共事务 或是祭典仪式等等 所以是相对陌生的 所以我们阿里山州部落创生会所 其实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就是我们在做创生这一块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认识认同跟认真 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办理工作方 跟山林介习文化导览等等的方式 就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在外面的 或在部落的青年朋友 能够认识自己的部落 认识自己的文化 甚至是好好认识自己周遭的朋友或族人 那我必须说 因为很多回到外地回到家乡的人 那他回到部落可能就一两三天而已 可是他都待在家里 他不会跟大家互动 他可能就滑手机 所以 我好像看到我连接 真的 所以他其实跟 甚至是跟邻居跟自己的族人朋友 其实都不太熟悉 所以我们透过办理一些相关的课程或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进一步的认识 那因为认识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谈认同 因为我认识了 我开始认同自己的部落 自己的文化 或是认同我的伙伴 就周遭的那些人 那之后 我们最后来一起好好的认真思考 我们到底要如何在这片部落的土地上生活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也的确 我觉得一边讲的很有道理 其实很多就是年轻人 其实有可能是书外求学 或是远离的传统文化 其实对于传统文化 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陌生 不熟悉 那我觉得相信很多人 现在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很很 在做一些传统文化的补足 这样子 我觉得余安的努力是非常 这个方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加油 这样子 好那想问一下两位啊 如果就是对于想要回家 进行地方创生的青年们 你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的吗 不要回来 不要回来 我自己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其实我觉得我返乡 从台北回嘉义 其实这一路上去花了一些时间 那其实经过大概一年的过渡期 就是像是二地居 就是台北人加一两地 都有居住的状态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渡期呢 其实我觉得 自己跟家乡这样的距离 其实会是有一种 所谓敬祥情缺的感觉吗 你要回到家乡 你一定会有一种 我该回来吗 我要再回到我 可能从小生长的地方 然后跟家人再度 那么紧密的相处 这些事情 请问是不想跟家人 那么紧密的相处 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是个挑战 以及说你要面对地方 你对地方够不够熟悉这样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回乡 回乡可以是听起来很浪漫的事情 但我觉得它背后需要经过 理性的去思考说 现在的客观条件 或是这个地方 你够不够认识 够不够了解 以及你回来之后 你要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战斗位置 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毕竟人都已经出外 然后又回来 其实中间对家乡真的不熟悉 你不知道地方的商业模式 怎么去进行的话 其实会蛮难下手的 可能要先做一下地理研究之类的 回自己家 还要做地理研究的这样子 像我自己离开嘉义10年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嘉义 就变了蛮多的 对 然后我也觉得说 其实很多在地的 无论是小时候熟悉的店家 或是说 有些都已经收掉了 或是说 我们认识的朋友 可能国高中的同学们 大部分都没有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这边 你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活圈 全新的人际网络 这都是一个挑战 虽然是自己家乡 但是人生地不熟 是啊 蛮有趣的 那鱼岸这边呢 除了刚刚讲到的理性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 还是要有勇气 如果没有勇气的话 真的是回不来 像勇气跟冲动 我觉得需要 可是也要有一些计划 因为也不能就直接回来 如果你直接回来的话 可能就 尤其是在偏乡 或乡下 或部落的话 你可能真的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或你有什么商业模式 你有赚钱的方式的话 可能马上就会回去了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因为毕竟都已经在 我以前也是在北部待一阵子 然后我决定要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蛮犹豫的 因为我必须要放弃稳定的薪水 然后我必须要放弃 我从求学时期到工作时期 交到的那一群人脉 跟我那群好朋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有些是需要去取舍跟思考的 那当初你竟然觉得 就是你听起来是有稳定的工作 还有就是稳定的人脉权 那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你最后决定 放下割舍这一切回来 刚刚讲到的理性以外 最重要的是 因为还有一大部分的感性 一大部分的感性 有很多的冲动跟勇气这样子 感性就是觉得说 自己在外面真的好久了 所以就是决定要回家 就当决定要回家以后 就真的是义无反顾了 这感觉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其实就是赚有这些勇气 就把这些就是 产品商业化 或者进行商业化的行为 其实都需要更加细致的考量 这样子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全盘的计划 再进行这件事 不然就会像他们说 很容易碰壁 会觉得挫折 在家乡好像得不到温暖 那其实会觉得蛮伤心的 那么想请两位 有没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我们进行地方 创生这些计划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情 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自己可以举一个例 就是我们去年 其实做了所谓的小程咖啡实验计划 那小程咖啡实验计划 其实它就在我们刚刚 那个嘉义嘉义嘉义的 里面的其中一个嘉义 那小程咖啡实验计划 其实它串联了嘉义 去年的时候串联了嘉义 超过20个店家咖啡店一起去做共创 那这些咖啡店他们针对 所谓的嘉义的风味的特色 去研发出一个所谓嘉义特条的饮品 或者嘉义特制的甜点或餐点 那其实一开始就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一开始发起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很当心会说是个新的计划 后不会没有人来参与 而且它其实又是一个串联性的计划 店家需要额外付出时间跟心力 去研发一个餐点 结果没想到一次报名非常的热烈 而且大家在餐点的研制上 都投入非常大的心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去年 其实大家各自发挥了各自的所谓 就有人做鸡肉饭风味的蛋糕 有人做酱油风味的拿铁 然后有人用北风豌豆饼的冰店 融入拿铁等等 就有不一样很多创意的饮品 那在那段期间 那期也吸引了非常多人来到嘉义 其中影响很深刻是其中有个店家 叫做咖啡一派 他们在嘉义的西门街上 那西门街上在过去叫国际街 那为什么叫国际街呢 是因为过去嘉义有一个老戏院 叫国际戏院在那边 那后来已经收掉 但那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以国际为命名的店家 像是有国际竹血糕 国际肉粽 国际清草茶 属于嘉义人的国际回忆 是的 非常国际化 那那个时候咖啡一派 他们就用了国际肉粽 搭配清草茶做成的一个拿铁 去做成一个国际套餐 那我印象很感动的事情是说 那个时候我到他们店内 那个时候是11月 其实照理说应该是咖啡厅的淡季 但他们说其实在那个月的销售金额是非常高 而且人潮是络绎不绝 他们有时候在可能洗手台洗的 残盘的时候都想说 现在是回到七八月暑假的样子 他们觉得这个计划好像真的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契机 去找到新的客群 接触到不一样的客人 所以这样的反馈让我很感动 我感觉有点感严 其实我也是透过那个小陈咖啡计划 才知道其实嘉义市是除了台北市之外 全台咖啡厅密度第二高的城市 可是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鲜为人知的一件事情 那透过这个小陈咖啡计划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才知道说 嘉义有这么多很棒的咖啡厅 等待大家去探索 我其实觉得那计划真的很成功 我觉得明张做得很棒 今年我们会继续下去 那今年是扩大它的规模 让它是风味实验计划 所以也纳入了一些不一样的餐厅 一起来加入这个计划 那今年大家也是各个店家 会推出结合嘉义风味的餐点吗 对今年也会推出嘉义风味的餐点 那我们今年把这个定义更加扩张 它可以是呼应 不只是呼应所谓的嘉义的原料 嘉义的物产去入 入你的餐点或是应配 它也可以是跟嘉义的历史 有所呼应的 甚至他跟嘉义的地景 可以呼应 你可以做出一座喷水池 做出一个阿里山来 都可以这样 所以让大家可以在里面 去玩一些创意 那我们也透过整合的方式 让大家去了解 在这些餐点的创作背后 它想要讲的故事是什么 至于最后在八月的时候 会让大家去跑店 然后一样透过极点的方式 去了解那些店家创作的内容 八月其实时间也很快了 很期待 那个计划就是再次启动 是的 是不是宇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我们过程中有没有特别感动的事情 或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 那其实在上上个月我才刚办那个小米采收的这个活动 对 为什么会办小米采收 其实是因为原住民族 其实在小米对于我们周族来说 是个蛮重要的传统的作物 它并不只是实用 那它也有可能是祭典仪式会去用的 就是小米 对 那我们办理采收小米的时候 并不是只有青年 那也有一些长辈啊 可能七八十岁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那我在采收的过程中 就是跟一位七十几岁的长辈聊天 我就问他讲说 你上次采收小米是什么时候 他就说那是他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 那我们中间间隔这么久都没有采收 对 所以就代表说那其实他的记忆是停留在 可能他国小那时候甚至是国中而已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已经是相当陌生了 我必须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自己那一次办的活动也是第一次采收小米 对 明明就是我们周族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就是小米 但是我们却是只会用嘴巴去说 但没有时机去做过 所以其实才发现说我们之间的断层实在是差很多 那我希望说透过刚刚提到的认识认同跟认真 我们希望可以找回自己的文化 那我也透过那一次的活动才发现说 其实大家对文化的认同都是非常有意愿的 因为不管是青年或是长辈 他们都用他们的行动去参与去证明 我觉得专属于自己的文化会有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是人建立就是跟土地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地方创生从一个人到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才能交织出更加全面性的地方创生架构 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希望能够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地方创生的重要性以及关注 每个人都可以为地方创生做出贡献 无论是透过参与社区项目 或者是支持当地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城市或乡村 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两位嘉宾 今天来到干嘛点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主持人Molly 干嘛点和续莎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